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恶意差评后发言又被潮 王一博停止露演 粉丝心疼 王一博的新电影《无名》上映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是粉丝们都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 大家也都深知 对王一博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将是他步入电影圈的一块敲门砖 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 合作的导演和演员都对王一博赞不绝口 也希望大家用心的去感受王一博 在影片中角色的魅力 王一博是一位流量艺人 相信影片的制作方在与王一博合作之前 也考虑到这些问题 但是直到电影上映之后 大家才意识到 黑粉对于流量 对于王一博的恶意有多大 电影上映后被恶意打低分 王一博在露眼中的发言被嘲笑 无名上映之后 王一博直接成为了黑粉的活法子 这一次黑粉恶意给电影打低分的事情 已经闹出了太多乌龙 海外IP的恶意评价 电影还没有结束就提前差评 甚至还有一些为其他电影准备的差评 都用在了这部电影上 这些荒唐的事情 导演和演员以及整个制作团队都看在眼里 导演在露眼的过程中 高情商地回应了这些事情 但即使是这样 还是会或多或少有些失望 近日王一博在露眼的过程中 被接连问到了几个问题 其中就包括对于角色的评价 和如果在平行时空中遇到了自己饰演的角色 会说些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 王一博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甚至觉得关于平行时空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 王一博的发言一瞬间引发了很多黑粉的热潮 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是因为说不出 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回应 但实际上 经常看王一博采访的人会发现 这样类似的回答 他给出过很多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娱乐圈中一直都在讲求百花齐放 但现状却是艺人们似乎都快成为批量生产了 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大同小异 发言也都比较一致 似乎在某一个问题之下 只有固定的答案才是标准的 一旦跳出这样的框架 一字一句就都是错的 不出意外 王一博这一次的发言又成为了黑粉的兴奋剂 从目前很多黑粉的行为也能够看出 为了王一博这一次新电影的上映 他们做好了很多提前准备 在最新一次录演结束的时候 王一博表示接下来将不会继续参加了 导演解释道 因为王一博接下来有新的行程安排 将由其他的几位主演继续宣传 让王一博在结尾的时候说的一段话 让粉丝都觉得非常心疼 他表示这是他能为电影做的最后一件事 同时也再次感谢了导演的选择和认可 电影上映以来经历了很多 王一博也承受了很多 粉丝们也都看在眼里 一路以来是导演和所有的粉丝 以及团队在支持的王一博 实际上 每次录演的时候 王一博都表达过很多观点 但黑粉对于这些都是自动屏蔽的 王一博从来都没有被任何条条框框束缚住 即使这一次他被黑粉猛烈攻击 他依旧我行我素 这样的王一博正是粉丝们爱的王一博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